美国到底是US、USA还是America 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相信99%的人都有过这个疑惑 首先America常用在很口语化的表示美国 其实它原本是指整个美洲 但是因为美国实在影响力太大 所以现在大部分情况指的就是美国 相较于US、USA 更侧重于一个地理概念 表示美国这片土地 US常用在正式的官方场合 国家机构需要提到美利坚合众国时 一般都使用United States缩写为US 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 US会写成这样 加上两个小点 USA更多是用在书面语中 是最标准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全称的缩写 但有意思的是 它的应用远不及US广泛 不过USA是国家标准化组织ISO严格制定的国家代码 所以我们在各项国际体育赛事里看到的 都是USA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个词正常情况下都可以用来指美国 但特定场合下还是有一些区别 我这么说 美国这个词你应该会用了吧